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妹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部暖心的电影 第六生死源 比利是一位新闻界的大人物 最近她总在深夜听见有人呼唤她 她就意识到自己即将要离开人世 某日比利的女儿苏散邂逅了青年 俩人很快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在分别的时候还两不三回头的 可不幸的是青年出了车祸 而死神Joe也附身在她身上 当比利看到她时 她就知道是死神来了 随后俩人私下做了交易 只要比利带她体验生活 那么她就可以晚点带她走 就这样比利带着Gial出行家庭聚餐 也是在这里 Gial和苏散再次相见 就在渐渐的相处中 比利对她很友好 俩人也成为了好朋友 并互相影响和改变着彼此 比利学会如何和家庭相处 慢慢的融入到家庭的温暖中 而Gial也体验到了人间食物的美味 懂得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也在和苏散的相处中 体会到了美妙的爱情 渐渐的Gial告诉了比利自己的想法 她想要把苏散一起带走 可是作为父亲的比利并不同意 还希望Gial能够向苏散坦白 并且询问她的想法 可Gial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偶然下才得知 爱是成全对方的幸福 而不是自私地扼杀对方的未来 最后Gial勇敢地向苏散道别 而苏散也发现了 眼神冰冷的Gial 并不是自己初次遇见的那个青年 最后Gial完成了比利的心愿后 独自坐在树下 看着热闹的宴会 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和不舍 在这段旅程中 她学会了感动和伤感 最后Gial和比利并肩地离开了 而苏散看着他们的背影而追过来 却遇到了那日初次相见的青年 确认过眼神后 苏散明白了一切 最终苏散挽着青年走进宴会 如果你的生命只有一天 你会去做什么呢 好啦 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 会点赞评论关注哦